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eky 這次我們來介紹蝙蝠俠二頁版的Part2 這次我們會介紹他裡面的角色的可動,衣服的部分 他的嘴型跟頭雕 大家如果覺得我的影片不錯,可以加入追蹤,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消息 那覺得介紹的不錯,或是你特別喜歡的影片也幫我多多分享,那更多人可以知道大人玩具開箱 那不說我們來介紹主體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最重要的頭雕,雖然他並沒有附就是沒有帶面罩頭雕,這是比較可惜,也許他會再出一個版本就是沒有帶面罩的 西裝版之類的,那我們先 不管喔 那 從頭雕裡面呢,嘴巴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次呈現得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嘴巴的各個角度,然後包含 眼睛的部分,那這次的蝙蝠俠的頭呢,真的就是 也比較有 表情喔,就是跟之前的蝙蝠俠的面具比起來 好,看起來是比較有表情的 細節,而不是單純的 表情只坐在嘴巴上,然後面罩上完全沒有什麼表情 好,這是這次 表情比較特別的地方,那我稍微轉一圈,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嘴巴的各個角度跟頭的 各個角度 那這個嘴巴應該是我最喜歡的蝙蝠俠這隻的 口型跟嘴巴 好,你可以看到他的口型真的做得很好 好,那再來呢,就是 他有 風鏡 就是 防風 眼鏡 可以把它戴上去 你可以決定就是把它掛在 坡上或是 把它戴下來 好,那戴下來呢,其實 有點窘喔,就是 還蠻搞笑的喔,所以 不建議這樣子戴啦 除非你要演搞笑的蝙蝠俠,所以這個呢 有些造型呢,還是 就是 不要做得好 好,不能這麼說啦,就是 擺在上面呢,其實還蠻好看的 但是你把它戴在眼睛上就 很怪了 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脖子,脖子的 應該是說我們把頭拔下來讓大家看啦,蝙蝠俠這次的頭呢 可動並不好 幾乎不可動,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看過之前的那個 舊版的蝙蝠俠1989的 他的脖子的這個套子就是一直連接到肩膀 所以他脖子呢 可以轉動,但轉動的大小不大 左右差不多都只有 一點點角度,轉太多會很怪啦,當然他可以轉到 旁邊來,只是這一片 在這邊就看起來很怪喔 所以並不是脖子不能轉動,只是 底下的秤套會跟著動 那至少比之前1989那個好,之前1989幾乎不太能動 那 脖子跟 因為脖子跟頭是一體成型的,所以你轉動的話會露出 旁邊這一片的 破綻,所以微轉可以 那上下 洞也是可以的喔 上下洞比較沒有什麼 問題露出破綻,可是這邊可能會有空隙,但你可以藉由 圍巾把它微微的蓋住 那這個是 我覺得他沒有在 因為這是軟膠打,其實他可以 有點像包膠素體在這個脖子裡面 再多做一個關節 他就不會因為轉動的時候去帶動 帶動這個部分,然後讓頭可以做 轉動,但他沒有這樣子做喔,所以 頭在轉動上 的破綻是比較 明顯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手臂的可動 手臂呢 你在 動他的時候,其實你在調的時候你會聽到咔咔咔的聲音喔 就是手臂 他其實裡面是有卡榫式的關節 那卡榫式的關節 好處就是他比較不會 鬆弱 那缺點就是 不是無斷式的嘛 但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目前拿到這支來評測的是 右手呢是有 卡榫式的 左手竟然沒有 是無斷式的,所以左手你看他會自己有點下垂,他不會 卡住,雖然 下垂的幅度 一點點而已,那不曉得這個是 通病呢,或是這一支 有問題,但是至少我的 左手 不是不舉喔 他不是卡榫式,而且不會聽到 卡榫的聲音,動起來呢就是 就是一般的 的可動,然後右手偏偏是 卡榫式,這是比較怪的,因為 如果裡面的 齒輪或是卡榫完全磨掉了 照常來說應該還會有一點點卡卡卡 只是卡不住,可是現在 他動起來就像無斷的喔,不曉得為什麼 會這樣 好,這是 上臂的 地方 比較怪的一個 部分,然後呢 手腕 不能說手腕,應該是說手肘 手肘呢 他可以彎到 90度,轉到側面來可以看一下 手肘可以彎到90度喔,再上去就會被盔甲卡住,也會被肌肉卡住 然後他一樣是卡榫式 你會覺得他是 有段落可以卡住的 那這次的 手腕跟這邊的蝙蝠俠的形狀,其實我覺得不是處理的很好 主要原因是這個不是綁布的,然後這個 旁邊的刀子處理的有點 刀鋒處理的有點 隨性啦,就是沒有 做得非常有細節 然後上色也是 普通而已 那最大的差異當然就是這個布啦,真的是 太偷懶了,然後這個卡滿緊,所以這個 你稍微調一下 想要調手腕的姿勢,你就會發現他就會掉下來喔,這也是另外一個比較 可惜的地方喔,就是你把它裝緊呢 維持這個姿勢OK,你稍微想轉動一下手肘 或是轉動一下手腕,讓他擺姿勢他就會掉下來 好這是屬於手腕 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雖然他不是女性角色,我們還是把外套脫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他裡面的 身體,這樣子我們比較方便介紹可動跟介紹外套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包含蝙蝠俠的紋路上面還有做一些雕痕跟 細節,那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做得很好的喔,包含他的 衣服的整個質感 然後肌肉的感覺 都處理得非常的不錯,那 可惜的地方就是 好這個 關節,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陷進去,不曉得為什麼 不知道是這一隻的關係還是怎麼樣,反正 他陷到凹槽裡面,你就不會覺得這邊是肌肉 而是呈現不自然的地方 然後呢,我仔細稍微研究一下,這隻應該是個案喔,他可能是缺陷,或是當初工廠沒裝好,所以這邊的 肩膀的這個圓球跟這邊不太一樣,那應該是裝的時候有點 裝反了,或是怎麼樣喔,但是因為這個衣服覆蓋我看不出來 所以呢,這邊用摸的可以摸得出來,就是這邊的圓球裝置是 是有點問題的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各個角度,你可以看一下蝙蝠俠的 新型的戰衣 在 那個342還沒出之前,你可以從這一件上面去 觀賞啊,那後面有非常明顯的拉鍊 好,當然你可以去拖他,不過這個我就不去做 拖蝙蝠俠的 部分了 好,那轉到正面來之後呢,他肌肉摸起來是 軟的喔,而且還蠻有肌肉感的 所以這個是整個手感算是非常的不錯 那腰部的 這個關節幾乎沒有什麼地方 可動就是 應該是說 上半身跟 臀部連結的是一個球型關節,那這個呢是 是可動的 然後可以左右的,那至於腰部這邊幾乎就沒有什麼 什麼關節可以動了 然後再來你 微彎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看到他肌肉會擠成 腹肌的感覺,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還蠻 蠻還原肌肉的感覺,這我覺得 做得不錯,只是他沒有辦法固定這樣的姿勢 你用手壓的時候,你可以看到肌肉會 擠成六塊腹肌,但是 他沒辦法撐在這個 姿勢上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腰帶 腰帶我覺得還蠻偷懶的,就是 上面這邊配件都沒有,之前 以前蝙蝠俠的來的 細緻跟 可玩性,所以 他全部都黏在 這個腰帶上面是一體成型的 這是這一圈的 腰帶那 你如果要把它拆下來是可以的喔,稍微轉到後面去 好,那後面呢就是有一個卡榫,這說明書也有說 你可以從 這個卡榫把它 解下來,你就可以 把這個腰帶拆下來,然後在裡面 底下的S腰帶,S腰帶我覺得 就是 太薄 實際上呢,大家當過兵就知道S腰帶 其實是有一定的厚度喔,然後是編織出來的,但是這個S腰帶呢 就是薄薄的一片 那這是比較 沒有還原,我把它拆開你就可以看到 好,這是比較偷懶的地方喔 畢竟他以前做了很多軍武,應該知道S腰帶不可能就是 只有這個形狀而已 好,這是S腰帶上面 比較偷懶的一個 細節,然後雖然S腰帶上面有把洞做出來,但是他並沒有把S腰帶真實的 厚度 跟編織的紋理 做出來,這是比較 可惜的一個地方 再來呢,我們來看他的 外套,外套是皮的 質感,然後外套呢 裡面 好,他沒有扣子,所以這個外套呢,並不能 扣起來,那實際上蝙蝠俠穿上去他也扣不起來喔 就是 他沒有辦法完全變成這樣子 因為外套有點小件 好,這是個人的 感覺,照常來說外套應該還是要符合他可以 扣起來,不過為了造型啦 所以外套是扣不起來 那外套是皮的質感,所以你自己可能要稍微保養,上面有做了一些 塗黑的舊化,雖然我覺得他舊化做的不怎麼樣喔 就有點像煙燻裝 並不是像真的 皮沾傷的 感覺,或是弄破舊的感覺喔 這是比較 比較怪的一個地方,他反而 外套像是煙燻裝的外套 然後外套裡面 這邊後面這個是有鐵絲的,然後兩側 都有鐵絲,包含前面這一條都有鐵絲 那手臂當然是沒有,然後領子 也是有鐵絲的 好,這是外套上面所有 有鐵絲的地方 再來呢,褲子就是一般的草綠褲 這沒有什麼問題,然後轉一圈大家可以看一下 褲子的 設計只是他就是一般的設計,然後鞋子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鞋子呢應該是 是膠鞋,然後我們稍微 對焦 那這個膠鞋呢 他呈現也是像膠鞋的質感,因為這是塑膠做的當然 然後他有 比較值得暫取,就是至少把 綁腿,也不能說綁腿 上面高筒的地方跟腳底是分開的 這樣你腳在活動上基本上完全不會有任何 姿勢是擺不出來的,這個是 鞋子比較好的一個 設計,然後你稍微轉一下他還是有 一定的 紋理 就有點像雨鞋啦 然後在 鞋底上面也是有做 紋路的 形狀 那這是整個鞋子 那 腳的可動呢 因為不太會被卡住啦 所以 就基本上的素體可動的 效果都做得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下全身的轉轉的 畢竟呢,蝙蝠俠沒有披風就不叫蝙蝠俠 所以在 惡夢版裡面呢,巧妙的用他的這件外套來當作是披風的還原 那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的 那最後呢,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新品介紹 那覺得我的頻道或是我的影片都不錯 可以幫我加入追蹤 甚至幫我多多分享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大人玩具開箱 那同樣呢,有任何需要配合廠商或是需要預電商品 也都可以到我的FB與我聯絡喔 那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大人玩具開箱之二夜蝙蝠俠的 介紹 那這次呢,其實是我 剛才有講過啦,就是 在說蝙蝠俠 這部電影裡面 最期待的一隻 商品化的角色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樣喜歡這隻商品化的角色 那 這可能也是 我蝙蝠俠裡面比較會想買的一隻角色喔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等玩具開箱 你 我 中文字幕——YK